美拉妮态度十分坚决 我也不想对巴特勒先生无礼 我看大伙儿对她的样子就像一窝晕了头的鸡 我肯定她不至于像米德大夫和美利维森太太说的那么坏 她不会囤积食品让大家挨饿的 可不是吗 她还交给我一百块钱资助孤儿呢 我相信她与咱们一样忠心爱国 只是太骄傲不肯为自己辩护罢了 您知道男人家要是发起火来有多顽固吗 皮特姑姑反正对男人一无所知 人家发火也罢不发火也罢 她只好无奈的挥挥胖胖的小手 至于斯嘎里 对美拉尼总是把别人往好处想的做法 只好悉听尊便 美拉尼是个大傻瓜 可谁拿她也没办法 斯嘎里心里明白 瑞特才不爱国呢 对此斯嘎里并不在意 尽管斯嘎里死也不肯承认 瑞特从纳扫给她捎来的小礼物 那些收下也不失体面的小玩意儿才是最重要的 物价这么贵 要是不准她登门的话 叫斯嘎里上哪儿去弄针 糖和发卡呢 对 还是把责任推给皮特姑姑方便些 她到底是一家支掌 监护人 又是道德裁判 斯嘎里知道 全城上下都在对瑞特的造访 非短流长 对斯嘎里本人也有流言蜚语 但她清楚 在人们的眼里 米拉尼·威尔克斯绝不会做错事 只要有她护着 瑞特的来访仍不算太失体统 不过 瑞特若是肯收回她那套异端邪说 日子就会过得好 她若是跟瑞特一道在桃树街上走 人家也就不至于公开对瑞特视而不见 使斯嘎里跟着难堪了 斯嘎里责备瑞特 就算你心里那么想 又何必又要说出来呢 怎么想随你便 只要闭口不谈 麻烦就会少得多了 那是你的绝招 对吗 我绿眼睛的伪精泽 斯嘎里 斯嘎里 但愿你为人还能大胆些 我还以为爱尔兰人有什么说什么 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 跟我说实话吧 心事闷着不讲 是不是有时候都快憋炸了肺了 哦 是的 大伙开口就是事业 从早到晚都念为死了 看我的天呐 瑞特巴特了 这话要是真说出来 谁还会理我 谁还会跟我跳舞呢 哦 对对 舞伴可无论如何少不得 别人佩服你管住自己的本事 但是我可没这能耐 而且假冒英雄 假冲爱国 也一样做不出来 不管做情有多么的方便 爱国的笨蛋们已经够多了 他们把全部的家当都拿来了 等仗打完了就会成叫花子了 他们用不着我凑热闹 爱国功劳部还是叫花子名单 都无需我的大名增填光彩 让他们光荣好了 他们配 哼 我这话可是诚心诚意的 再说了 要不了一两年 他们除了光荣 也就什么都不剩了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 你明明知道 英国和法国马上就会来帮我们一把 而且 哎 斯嘎里 你八成天天看报吧 这倒稀罕了 甭再看了 那玩意儿 把女人的小脑瓜都弄糊涂了 我可以告诉你 不到一个月前 我还在英国 说给你好好的听一听 英国绝不会为帮连伸一个小指头 他们才不会把赌注下在书家一方 不然 他也就不成其为英国了 再说了 当今做王位的那个荷兰胖女人 信上帝信到了骨头里 他压根就不赞成奴隶制 他宁肯让英国沙场的工人饿死 也绝不肯出兵来保护奴隶制 至于法国 那个只想学拿破仑的模仿者 正忙着把手往墨西哥伸呢 好为法国捞上一把 他哪顾得上咱们呢 其实他巴不得咱们打仗 因为咱们打起来 就没功夫去墨西哥 恶免他们法国的军队了 自以为能忧过封锁线的傻瓜 有的是 不过船能否脱手 我也不在乎 反正钱已经赚够了 都存在了英国的银行里 换成了金币 这号不值钱的破纸币 我才不要呢 瑞特总是这样言之有理 别人听了这番话 也许会骂他叛国逆贼 但斯嘎丽认为 这些话头头是道 句句可信 而且他明白 他这么想完全不该 他应该震惊 应该愤怒才对 可惜斯嘎丽就是既不震惊 也不愤怒 不过可以装装样子 这样才显得更可敬 更像上等人 啊 巴特勒船长 我看你的大夫信上 说的那些话没错 你将功不过的唯一出路 就是卖掉船队参军去 你本来就是西典军校出身吗 再说了 哦 你怎么像个禁音会牧师 在发表征兵演说呀 啊 我要不想将功不过又怎么样呢 干嘛要为将我租出门外的制度打仗 这制度给打个稀巴烂 我才高兴呢 我可没听说过什么制度不制度的 没听说 你就是其中一份子 和我从前一个样 我敢打赌这制度 你并不比我更喜欢 哼 为什么巴特勒家族容不得我 原因就在于此 我没有顺从查尔斯顿那套规矩 也顺从不了 而查尔斯顿正代表着南方 是南方的缩影 不知你是否也体会到那一套有多么的乏味 多少是只因人们一向这么办 就非得这么办不可 还有多少是虽然愚人无害 却因为一向不这么办 就成了碰不得的大忌 有多少是毫无意义 令人烦恼 我没娶那个姑娘 这件事你大概已经听说了吧 不过是他们逼我造反的最后一击罢了 我干嘛要娶那个讨厌的傻瓜呢 就因为出了点意外 没敢在天黑前送他回家 干嘛要听任他那个急红了眼的弟弟开枪打死我 而我枪法高明的多 当然了 我要是个上等人就会随他打死我了 也好给巴特勒家族抹掉一点污点 可惜我乐意活着 所以我就活了下来 还活得相当不错 一想起我的哥哥 活在那帮查尔斯顿的圣人中间 对他们毕恭毕敬 想起他那又矮又胖的老婆 他那圣色西利亚节的舞会 他那地老天荒的稻田 我就明白了 与那套制度一刀两断会得到什么补偿了 斯嘎里 咱们南方人这套生活方式 就跟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的老掉牙 奇怪的是他居然延续了这么久 这套东西该完蛋了 如今他正在完蛋呢 如今南方也已经跟我扯平了 南方把我赶走过一次 想把我饿死 可我没饿死 我倒从南方的垂死挣扎中捞了一把 也够补偿我被剥夺的继承权了 你这个人真是财迷心窍 坏到家了 斯嘎里言不由衷 瑞特说了半天 斯嘎里却没听进去几句 任何不涉及个人的话 斯嘎里都听不进去 不过刚才瑞特说的也有道理 规矩人的生活中傻事多了 斯嘎里的心明明活蹦烂跳 却要装得心如止水 一脉会上跳跳舞 人家就那么大惊小怪 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 只要跟别的女人稍微有点不同 人家就会吹胡子瞪眼睛 可话说回来 听瑞特烹击斯嘎里 也特别反感的那套规矩 他却觉得十分的刺耳 在讲究礼仪 善于掩饰的人当中生活得太久 听到别人一语道破自己的内心 未免叫人心中慌乱 你说我财迷心窍 不 我只不过是有远见而已 虽说这大概与财迷心窍是一个意思 至少 没有我有远见的人都管它叫财迷心窍吧 随便哪个忠于邦连的人 只要1861年手头有一千块钱 都能赚我那么多 可惜财迷心窍的人太少了 有机会的话都白白的错过了 我举个例子 萨玛特要塞刚现了的那阵 封锁还没有开始 我就以烂便宜的价买下了几千包棉花运到了英国去 这些棉花至今还堆在利物浦的货仓里 我不卖 我要等到英国的沙场非买不可再脱手 到那个时候 价格就得听我的摆布 一磅卖它一块钱也不算怪事 一磅棉花卖一块钱 那大象都会爬树了 我看办得到 棉花眼下已经卖到了七十五美分一磅了 等仗打完了 我可就发大财了 赐咖喱 正因为我有远见 对不起 财迷心窍 我早就跟你说过 赚大钱有两种时机 一是国家创建之时 二是国家垮台之时 创建时赚钱 得慢慢的来 垮台的时候赚钱 才更快 别忘了我这句话 没准哪天对你还有用呢 谢谢你的金玉良言 可惜我用不着 你当我爸爸是叫花子 他有的是钱给我花 再说 还有差二次留下的财产呢 以我看 当初法国贵族没爬上球车之前 心里想的跟你差不多 瑞特三番五次的提醒斯嘎里 既然要参加社交活动 就不能穿这身黑丧服 这样太不相衬了 瑞特喜欢鲜亮的颜色 斯嘎里的黑丧服配上从头到脚的黑纱 让他看了既好笑又难受 但斯嘎里就是不肯脱去这身黑打扮 明白不穿够他几年就脱下来 换鲜亮的 那满城里的闲话就会更多了 再说跟妈妈又作何解释呢 瑞特直率地说 黑头纱使斯嘎里的模样像乌鸦 黑丧服使他整整的老了十岁 一听这大不敬的话 斯嘎里忙扑到镜子跟前 照一照十八岁的自己 是不是真相二十八岁 斯嘎里 我想你还多少有点自尊心吧 你总不愿意跟美丽维瑟太太打扮的一样吧 品位应该高一筹 这样不至于顶快黑纱 为自己的悲伤招摇过世 我知道你其实根本就不伤心 我敢打赌 不出两个月 我就能用一顶巴黎的帽子 换下你现在的帽子和黑纱来 是吗 得了 甭提这个了 斯嘎里听他提起了查尔斯 心里就烦 瑞特正打算去卫明顿再度出国 瑞特嘴一咧 他笑着走了 哈哈哈哈 几周之后 一个亮丽的夏日早晨 瑞特 她的眼前突然一亮 她的眼前突然一亮 这么漂亮的帽子真是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墨绿色的塔夫筹面料 淡绿色的波纹衬领 既在下部壳上的帽带也是淡绿色的 足有巴掌宽 帽线上还插着根鸵鸟毛 弯弯的 妙极了 哈哈哈哈 戴上吧 戴上 斯嘎里奔到屋子对面的镜子前 把帽子戴上了 然后他把头发向后理了一下 露出了耳环 再把帽带仔仔细细的系好 啊 好看吗 斯嘎里边嚷嚷边踮起脚尖转了一圈 让瑞特欣赏 还把头一扬 让羽毛飞舞起来 其实不用瑞特目光赞许 他就知道自己很好看了 斯嘎里既俏皮又动人 但绿色的衬领 映着他双眸宛若深绿色的翡翠 晶莹剔透 哦 瑞特 这帽子是谁的 我买了 花掉最后一份钱也成 是你的 除了你 谁还配戴这种帽子 嗯 你眼睛的颜色 我记得够清楚的了吧 哦 真是为我定做的呀 当然 盒子上还印着和平街的法文字母呢 你要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话 斯嘎里 斯嘎里 却觉得无所谓 他只顾对着镜子 欣赏着帽子 他春风满面 此时此刻 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只知道 两年来 头一回戴上一顶漂亮的帽子 自己真是美极了 有了这帽子 什么事办不到呢 忽然 丧气 哼 瑞特立刻走了过来 灵巧的指头解开了他下巴上的大蝴蝶结 帽子一眨眼的功夫又回到了盒子里 你干嘛呀 你说过这是我的了 可不是给你弄成桑帽的 我另找一个绿眼珠的漂亮的妞 我给她戴上该有多好啊 总会有人能欣赏我的品味的 那可不行 不给我 我就死 求你了 瑞特 甭小气了 就给我吧 唉 拿去弄成丑八怪 跟你那些帽子一样 哼 那不成 紫嘎丽抓住盒子不放 这么可心的东西 让他显得又年轻又动人 就要拿去送给别人 休想 紫嘎丽一下子想到 皮特和美拉尼会多么惊恐 妈妈会怎么数落他 他有点不寒而栗了 然而虚荣心还是战胜了他 我不改 我保证 好了 给我吧 沛 cott minority 他 威威一笑 把帽子盒 给了 斯 Però 给了 administrators 带上帽子 顾盼生姿 多少钱呢 我只剩五十块了 不过下个月我 芳莲票子得两千块 天哪 得了 先给你五十块 等我以后 我一个字也不要 送给你了 斯嘎里惊得张大了嘴 男人的礼物 当不当收 界限可得画仔细 画分明啊 斯嘎里心里想 妈妈不知道 跟我交代过多少遍了 宝贝 糖果鲜花 诗集相册 一小瓶花露水 这类东西小姐才可以收 姐姐不可以收贵重礼品 未婚夫送的都不行 姐不可以收珠宝首饰 衣着用品 就连手套 手绢都不行 只要收下这种礼物 男人就会把你看清了 就会对你大胆放肆 斯嘎里 先照了照镜子 再看看瑞特 那琢磨不透的神情 他心想 天哪 真没法子 跟他说我不收 这帽子太漂亮了 我简直 简直宁愿 他对我放肆一回 只要不太过分的话 想到这儿 他自己也后悔了 怎么能生出这种念头呢 斯嘎里的脸 刷的一下就红了 我 我一定得给你五十块 给我 我就扔到阴沟里去 要不 要不还有个好办法 拿去给你的灵魂 做几场弥撒 我肯定你那灵魂 也该做做弥撒了 斯嘎里不情愿的笑了 绿色帽檐下 那镜中的笑脸 顿时帮他下了决心 你 你想对我怎么样 要拿精美的礼物勾引你 叫你满脑子孩子气的幻想 消磨殆尽 叫你完全落入我的掌心 宝贝 男人的礼物 只有糖果和鲜花才能收 哼哼哼哼哩 xxx 鲜 鲜 鲜着艾伦的口气 逗得斯嘎里 嗝嗝嗝嗝嗽咯嗽嗽 tej 李尽 你这个坏蛋可真机灵 心真黑 你明明知道这个帽子太漂亮 我不说 怎么放得下呢 Reit的目光在嘲讽 可却又在恭维斯达利的美貌